现年43岁的李星杰曾以见鬼夺下金马影后 今年在以细物花园角逐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头衔 她在片中展现深情又悲痛的演技 被看好有望再度度金 导演林书宇和李星杰日前接受快问快答考验 被问到最近最感到开心的一件事 两人不约儿童嗨喊 当然是细物花园入围金马奖酒项 至于最希望拿下哪个奖项 林书宇坚定表示 星杰拿到最佳女主角 李星杰则对林书宇喊话 导演 我们再合作下一部戏吧 提及不工作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事情 李星杰说最喜欢把我的脑放空 林书宇则回答陪老婆 趁机放闪爱妻下雨桥 问到用三个词形容私底下的自己 李星杰笑夸自己 私底下的我是一个热情享受生活的人 一个尽心尽力的好妈妈 还是是一个全能 出的厅堂 入的厨房的一个女人 称她不工作的时候 也处理着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林书宇则自亏懒惰 孤僻 不正经 问两人如果不是电影工作者 最想从事什么工作 出道20余年的李星杰摇摇头说 没有 我还是想当演员 她也分享 这次拍完戏物花园后心情上很失落 因为这是一个太棒的经验 云林这个角色在拍摄时候很痛苦 但也是我很舍不得离开的角色 第56届金马奖将于下周六23日在国父纪念馆登场 Free Day影音将在17点30分同步线上直播